各位那個401,反正我們就把它當範例 以後你可以拿來當套用 再來比較重要的是你怎麼樣把X跟Y的資料自換一下 換成別的 甚至你可以拿那個前面我們練習過的題目 Pandas的那個產生的data直接灌進來 你也可以產生圖 只是兩個要怎麼把它結合在一起 那又是另外一個困難的點 回去的話建議各位可以把前面練習的東西 如果你要把它視覺化 那就變成利用這個 當成是畫圖的一個範本 把資料換一下 那其實主要換什麼 其實就是串列 所以我一直強調 我是怕當年有些同學那個串列的基礎 沒有打好 所以沒有打好的話變成說你光要 更改那個資料 那就會是個問題 如果這個不是問題的話 那當然你就會做得蠻順利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圖 如果說我今天要 畫出這個圖該怎麼做 那首先的話因為剛好我們這個試題 已經有解答了 所以我們就直接拿解答來看一下 那首先的話請各位 直接拿那個網路上面的這個資料 第39頁的資料 一直到 Plt.show Cit上面這個地方把這些把它Ctrl-C Ctrl-V貼過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我先demo一下 直行show一下 那它會 跳出這個結果出來 應該沒有問題 不過呢 跟各位講一下 你如果要跳這個畫面 可能要做幾件事情 因為spy的預設 它是不會畫圖的 所以如果你沒有做好設定的話 這個東西呢 它是不會秀出的 做哪些動作 我剛剛會講一下 第一個 請你先找到那個spy的上面這個把手 有沒有一個那個網板 就是偏號設定 第一個偏號設定點進去 第二個的話請你找到 有一個叫做什麼 中間 叫做iPython控制台 然後呢 找到繪圖的功能 記得這個地方的話 記得找到 這個123 是繪圖 所以123 然後呢 記得把這個 底下有個什麼 圖形 這個什麼 MassPyLab 這個有沒有 支援 這個要打勾 如果你沒有打勾的話 記得一定要打勾 另外後端部分的話 請你選擇自動 OK 這個如果一個沒選正確的話 那你將來執行那個 畫圖 奇怪 他圖怎麼都沒有秀出來 OK 因為他預設好像沒有設定 好 那按確定OK之後的話 還要再做一件事情 你必須呢 把Spider關掉 重新啟動 才可以生效 這一點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再來就是說呢 可能你的電腦假設 一般狀況說 因為我用RUN共蠻多電腦 都好像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可是遇到問題就是說 可能那一台電腦 裡面沒有裝那個Java Java的那個 RUNTIE的 就是執行的環境的話 也沒辦法RUN 為什麼因為他這個 背後執行的東西 也是架構在 Java上面 所以如果你沒有Java的那個 那個環境的話 那也會沒辦法 不然的話基本上應該 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 試試看好了 基本上因為我RUN了蠻多環境 應該好像也還OK 那首先的話 我們當然來看一下 第一個的話 這個圖怎麼畫出來的 那首先當然 有幾個重點 我們大家一起來 看一下這個 城市裡面 跟這個畫圖 有什麼樣的關係 大概了解一下 那首先的話 這個圖 必須要 第一個啦 當然一定要給資料 第二個呢 所以資料的話 你會發現 這邊有幾個資料 這邊有個DATA1 有個DATA2 然後呢 它其實中瓜胡 就是一個串列 那串列的話 基本上 就是什麼 1 2 4 一直到64 那指的是什麼 其實這個DATA1 將來畫出來 就是 藍色的一條線 有沒有 1 一樣嘛 然後再來就是 跳 跳4 有沒有 跳到4 他這個還是2嘛 然後再9 有沒有 這個是3 然後16 有沒有 一直到上面這個應該64 有沒有 這個他的科度 最高到70 有沒有 所以呢 第一個的話 你需要先準備 兩個串列 那當然在這兩個串列以後 可以改 改成別的資料 比如說你可以改前一題 那個什麼 登格勒那個 也一樣可以啊 有沒有 登格勒人數 看看那個 這個其他 還好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呢 我們準備兩個資料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是 如果要畫圖的話 主要 就是 把這個資料呢 丟進來 那丟進來的話 特別注意 我們會需要 這邊有些參數 可能要注意一下 如果我要 變動他的顏色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顏色部分的話 他這個 這個線的顏色 基本上是什麼 這個藍的對不對 然後這個是紅的 所以你將來如果要改的話 基本上呢 可以從這邊去變動 也就是說呢 如果是 第一條 顏色的 Data E的部分的話 那他這個 B 指的就是 藍色 O的話呢 指的是他的 Mark 兩個點釘 指的就是他的 線條樣式 所以如果你要改的話 跟各位講一下 你們可以參考 我有放在 雲端白板上面的 第12個單元 所以這個東西 可以找到雲端白板的 第12個單元 這邊的話 打開之後 這邊就會有一個 有沒有 C 第一個的話 指的就是他的 Color 顏色 所以 B指的是 藍色 那如果假設 我們要改個別的顏色 改個Y 改個Y 比如說我這邊 橙式 如果這邊改成Y 那他出來應該就是 這個什麼 白的嘛 然後再來 樣式 Mark的話 比如說底下這邊有個Mark Mark如果我今天改成什麼 改一個樣式 改個V好了 V的話就是什麼 三角形 向下的三角形 所以我這邊改成 把O改成V 然後再來什麼呢 線的話 然後這邊有兩個 你們剛剛是這個 兩個線 可以改成帽號好了 帽號不知道什麼樣式 等於你可以自己再改 跟針對這個去 變更都沒有關係 那這樣的改完之後 你要的樣子就出現了 我們來試一下 各位看 知心 出現了 看一下 不過它舊的好像還在 把它關掉 因為它舊的沒有關掉 重新跑一下 你會發現 這個就是後來改的 第一個 Y變成黃線 黃好像沒有很黃 那V的話 你會發現 這邊就是變三角形 那 帽號的話 變成就是 一點一點的 所以它等於把帽號 放在那個線上面 OK 那至於能怎麼改 所以這個部分請各位自行參考上面的說明 所以三個參數 就可以變換出非常多的線條樣式 那再來的話 底下還有什麼 它的軸 軸的話前兩個就是 它這邊到這邊的數字 所以0 到10 有沒有 就是這邊的樣子 0到70就是從這邊 到這邊 就是它的軸 應該算是它的 最大的刻度 OK 所以這兩個數字 就是這個屬性 再來的話 它的Title Title就上面這個東西 所以Title部分的話 把它加進來 那FoneSize這個屬性 就是它的字大小 有沒有 你可以自行變更一下 再來就是它的什麼 Label 這個DLabel的話 就是XLabel 然後呢 XLabel這個屬性 可以放這個名稱 然後YLabel的話 就放這個 這個 這個大小 就可以把這個 最後呢 只要在這邊 執行一個什麼 這個PLT 點秀 它就秀出來了 不過呢 假如說你點秀之後發現 這個東西沒出來的話 那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可能要做什麼 這個地方一定要設定 你要看它 這個擺手有沒有 然後這邊 繪圖裡面打勾 這邊要改自動 如果還沒秀出來 可能檢查一下Java 我想這個大概就OK了 所以請各位 試著 弄弄看吧 然後也可以 試著改動一下 那個上面的 這個資料 看看能不能把它弄出來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也就是說可以把這個 40 1 當成是一個範本 那這個範本的話呢 主要就是說 如果你要顯示 兩個資料 兩個串列資料 其實也可以把它當成兩個欄位 兩欄資料 要 分別 畫出 兩個折線圖的話 那就可以套用類似的方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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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